重阳节即将到来 副理乡万宁村的社区内的长者们是动手玩桌游 万宁村长表示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所有的长辈们在活动当中多动手多动脑 透过了玩具可以来帮助长辈头脑运动 是非常良好的互动方式 阿公阿嬷坐在椅子上 但是眼睛锐利的看着桌上的桌游 与坐在对面的阿公阿嬷双人对战谈谈其 这是万宁村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的113年重阳节活动 有40位的长者一起动手动脚 很快乐 很热闹 而且大家都能互动 有的很久没有看到就可以见面 增加很多尝试 互相交流 重庸节江至富里乡的万宁社区内的长者们动手玩桌游 万宁村长说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所有长辈们在活动当中多多动手也多多动脑 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像谈谈起的活动 那这个部分是让老人家就是 他们的平衡感 连起他们的平衡感跟专注力 也是有只要参加就有奖品 当然就是你顺的越多长 拿的越多 村长说万宁村人口有600多位 长者就有100多人 所以长辈也非常多 社区活动也大部分与长者活动居多 这次重阳节准备了乐龄的玩具 可以同时培养手的协调性 帮助长辈头脑运动是非常良好的互动方式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傅里香采访报道